昨天我们看到其实包含的是这一句 很多孩子都走了 这句话其实出来之后呢 包含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 不管是事后的回看 事后的留言 还有在所有您所能够想象到的 社群媒体 甚至打开电视 您都能看到这句话 大家热烈在讨论当中 不过为什么在昨天持续在发酵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刑家院长苏贞昌 非常严厉的指责的是一个不实 而且不好的讯息 要去查办 这把火放了之后 马上我们在蔡总统的脸书 就看到相关疗原的画面出现了 首先在即便出现很多孩子都走了 这样的言论在发酵期间 蔡英文总统依旧是可以 po上这样的一个脸书 还讲到说 他们的podcast是邀请到了李秉颖医师 来谈一谈关于说小朋友染疫 该怎么去做 以及如何要去照顾家中确诊的小孩 家长又该如何去应对 说是为了协助爸爸妈妈参考 缓解大家的疑虑 不过爸爸妈妈现在真的看得下去吗 下面刷了一整排都是好多的家长 已经破万的留言都出现了 像是看到这边 艺人说出很多孩子走了就被出征 行政院长要查这是民主这是进步 你不说我以为是北韩的新闻 相关的留言大家可以去蔡英文总统这个脸书下面去朝圣一下 不过杨明哥您昨天看到这篇其实我们也都看到苏院长在昨天 其实态度非常的坚决 昨天到了稍晚的时候发现不对苗头好像不太对劲 就找罗秉承出来说不是针对郭艳均个人 但是他也没有说不办 他就说相关的不实讯息还是不对 因此要扩大查办 对啊 其实应该这样讲 这整件事情我们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一个叫做郭艳均 这位艺人 他的发文的内容 为真或假 对 第二个要看的就是说现在政府他们说我们要查的不是郭艳均 我们要查的是这些去转贴他的这个讯息 然后呢用同样的内容把它写成 写在这个脸书粉砖上面这些内容农场 说他们是认知作战 是第五众队 好那这一个部分我们要等一下我再谈 我们先谈郭艳均的部分 郭艳均昨天书院长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有不法有这个造谣我们就要查办 对不对 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昨天呢中央社 这个是中央社 中央社是什么 是国家的通讯社 国家通讯社昨天的中午 这是中午十二点三十八分 你看他说刑事局查假讯息 不排除约谈郭艳均 对 你知道吗 苏贞昌没有说要约谈郭艳均 他是说有造谣就要查 但是刑事局中午直接跳出来说 我不排除要约谈郭艳均 国家通讯社发的 这不是骗人了吧 这不是造谣了吧 是你国家通讯社发的表示 而且里面讲的很清楚是 刑事警察局表示 是你警方当时看到这个行政院长说要查 赶快太开心了 我们要不排除来查这个约谈郭艳均 好了 结果整个下午开始翻传了 整个舆论爆炸 所有民众觉得怎么会去查郭艳均呢 人家发一个跟医护的这个对话记录 你就要去查人家 合作之友 对啊 而且老实说 那个很多孩子都走 甚至不是郭艳均发的文啊 那是那个医护里面 那个对话里面讲的那一句 这不是他的 他只是把他跟这个医护的对话贴出来 有没有这个对话 有没有这些记录 我相信是有的 为什么 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绿营的网军去出声他嘛 说4月5号就开始 4月5号怎样 还没有小孩重症 我告诉大家 4月5号这个日子还真的有玄机 4月5号就是我们这波疫情的起点 那时候开始我们的每天的病例数破百 那时候就是整个 整个社会的氛围开始 疫情要起来了 所以对医护我相信 是在大医院 大医院才会有这个 在第一波100多人的时候 很多只要有状况都是往大医院送嘛 好所以这个 他敢说他是4月5号开始 我想第一个这个时间点 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他前面讲4月5号 跟后面讲说很多孩子走 是两回事嘛 那你去看那个段 他不是写在同一段 他是一个一句一句一句这样子 这样连下来 我们常聊天就是说 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什么 后面再补充 对 我看到很多孩子跟4月5号跟两回事 现在他们就硬要扯说 4月5号哪有孩子死 这什么鬼 这什么鬼逻辑啊 所以我必须要讲 医护很辛苦 现在这些医护人员都很辛苦 基层有太多太多的苦 郭彦均帮忙把这个医护的 闷也好苦也好 把他透过这个对话 希望能够告诉政府说 现在疫情真的很严重 他只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多体谅一下医护 我们要在这段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谨慎的做好这个防护 结果居然被出征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好像每个礼拜都要发生一次 不过这上礼拜的事啊 小编说这个排快筛 去排队出征 怎么可以戳破我们 这个民进党执政的这个 这个美好的景象呢 对不对 怎么可以说很多孩子死呢 只有八个 昨天说只有八个 陈时中到记者会公布那两个 还在讲八个 只有八个 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我说这些官员 在郭彦均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我觉得郭彦均 因为他是艺人 而且老实说今天有很多网友发现 他是内政部警政署 内政部消防署委托的防灾大使 所以当今天政府官员 这些开始用这个态度的时候 他赶快删文啊 他会怕 一个艺人真的是在台湾 他在台湾 他的演绎的重心在台湾好吗 各位他不是一个在对岸 赚钱的人啊 他不是这样的艺人啊 他在台湾他会害怕的 他想说奇怪这篇 我有写到这么夸张吗 今天更夸张的是什么 现在还有很多的网友 跑去对岸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 微博也好 我什么要去找这些讯息 他们怀疑郭彦贴的对话记录 是对岸制造的假讯息 认为是郭彦均拿到这个 然后刻意这个转发 他说他是这个第五重队 太遏止 甚至你知道有一张梗图 我贴给大家看 我先来 我先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网路上 有一个这个 来你看一下 好 他就把他找到了一个 这个 在推特上面 一个网友 把这个转贴这个郭彦均的 在二十五号的晚上发文的 为什么这一篇会在 二十五号的下午就已经有了呢 是 是不是这样呢 我告诉你这篇问题大了 因为他引述的是 台湾的新闻媒体说 郭彦均在二十五号晚间发文 我告诉你 郭彦均发文的时间 是二十五号的凌晨两点三十七分 是这个凌晨跟晚上啥啥 是台湾媒体写错了 结果他们网军居然开始 去把这个引导城是大陆的网友 开始要搞这个第五重队 要搞认知作战 你看这就是我们民进党网军 开始又做图了 是 好你看这个什么什么真奇妙 郭彦均是凌晨两点两点三十七分 这个都有截图 他是在五月二十五号凌晨发文的 中午 中午就有各大媒体在转发了 那时候很多的网路新闻 就已经把这一篇写成新闻了 所以当然会有人把把这个讯息 转传到网路的这个舆论圈 那你说老实说你说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次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话 我觉得郭彦均最清楚 那如果今天比如说警方 真的要约谈他 我相信他也会拿出证据的 他能够有这一篇这个贴文 我相信这个 我不认为这个郭彦均 有去造假的必要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讲到第二个层次 就是内容农场这一块 内容农场要查我告诉你 中天要第一个跳出来支持 因为内容农场是什么 内容农场我们身为媒体 新闻媒体 内容农场就是近年把台湾媒体 搞得乱七八糟的 原凶之一 这一些内容农场 从来没有跑新闻 到处去剪贴复制贴上 换一个很聪动的标题 就可以赚流量 然后我们就会被连带受累 然后就会说第一个我们不查证 没错 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 然后用错一堆字 然后标题聪动 内容根本不是这回事 对那老实说 其实很多内容农场 我们都知道那个文化 他们内容农场最喜欢的就是 我弄很多很多粉砖 有的看美女的 有的看帅哥的 有的看笑话的 有的看每天给你一篇正能量 鸡汤文的 各式各样 只要网路喜欢的他都会有 好重点来了 这些内容农场 其实你知道有一个专门研究 这个中国大陆认知作战的一个 也是绿营的 青绿营的这个学者 叫沈柏阳 他昨天发了一篇文 他说 我认为这个看起来就是商业行为 什么叫商业行为 就会有流量嘛 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物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